书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雍正建侠图 上回书 咱们说到 八国山里昆里太极 可就 到了来龙山降龙寺 跟佟林等人 大家伙 全都会合在一起了 那大伙上这来干嘛来了呢 就是为了老霞王尸骨 这个事情 王尸骨现在人不见了 因为有人 火焚八国堂 王尸骨追下去了 那么李坤来得很晚 他的八国山后山出世 就是 吕德兴这个天后宫 出了一档子事 为处理这事耽误些时间 所以来晚了 眼下怎么办呢 眼下就得说 樊家港的事了 樊家港 樊家港啊 它是个水港 分港内港外 这个外港啊 是一条江水 有卡子 可是你要是从 降龙寺这儿 购套奔 来龙山 樊家港 樊家港还是必经 支度 躲不开 那么樊家港 这是一手难攻 原先这个樊家港啊 跟来龙山的不连连 现在啊 由于它的地理位置 很主要 来龙山有意 要结交樊家港 两家呢 就算合为一家 那么樊家港就成为了来龙山天然的屏障了 进出啊 全靠船只 它这个江面并不宽 你要想过人 它是吊船呢 搭浮桥 就用船呢 并排 算这么一座临时的浮桥 人过去 船就散 它这个江水不宽 不是就好过了吗 不计啊 它这个是一山 而走的这么一条江 这个来龙江啊 自上而下 水势很急 它这个水流一湍急啊 你多大水性 你站不住 你想说富过去 那是办不到 就给冲走了 所以这个樊家港里边 这些人呢 可以说仰仗的地理优势 也是百无一忧 那么这个多慕佛呢 跟樊家港的人 这是降龙寺的智慧长老 他和来龙山 樊家港都有点联系 可是联系又不深 也就说没深交 现在到樊家港 是试探性的询问 也就说不知道 这使真的是不是人这的人 樊家港的樊市三雄 虽然使双真使得好 但是跟火焚八卦堂 经走的王尸谷 这个事情有没有联系 这是大伙的推断 所以你要冒昧的去登门 兴师问罪 可就不对了 要不是人家 平天误会不说 就真说动手也不值 那么大家伙就打算 商量出一个办法来 要一夜探樊家港 欲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 到那去呀 偷偷听 看看他们背后说什么 说派谁去呢 大伙的商量人 最后啊 可就推举出来 洪海川于秀娘夫妇 家八爷田方田子部 为什么让田方去呀 皆因为田八爷为人 是谨慎小心 而且阻止多梦 田八爷人称小诸葛 那在八户山 就是智囊 逐一篓子呀 而且遇事不慌 你像八户山 后山天后宫 这个误会 倘若田八爷一时不到 那连环道长 王道真跟李太极 就许动手 谁给谁伤了 也不合适 为什么事出于误会 不应该打的价 打起来了 可田子部到这呢 当时就拦 八爷说的好 把话讲清楚了 再打 一问果然 不需要打 所以同林这样的人呢 有田方跟着最好 在家呢 他媳妇于秀娘 是女剑客 本领高强 武艺出众 这三个人的组合呀 应该说万无一失了 顶配了 那行就他们三位去吧 这就在降龙寺里边 商量这个人位的时候啊 这个马王爷在世 多慕佛智会长老师 不发一言 欲言又止 似乎想说什么没说 也就默认了 这三位 吃罢了晚斋 陪着大家伙 这么一闲谈 也不过就是休息片刻 外边天色江湾 三位呢 身上身下 全都收拾的锦臣利落 带上自己随身 衬手的军人 可就出离了降龙寺 够笨凡家岗 老和尚早讲道路指明 这个路上 倒是很轻松 也很近 眨眼之间到了 听见水声了 转过来 小山头一瞧 呼 自上而下 这么一条雷龙江 这个江水啊 去世特辑 一山而走 说悬了啊 有几处就跟瀑布似的 垂上垂下 慢说是啊 游人 就说这个人 打着付过去 就是船只 要是轻了 一冲就跑 三位一琢磨 怎么进这凡家岗 转悠转悠吧 雁江而上 看看有没有能够过去的地方 顺着上哨 又往下走 走得快天亮 走一宿 竟然没有能够 进港之处 而且人家 在樊家岗这地方啊 还绝了 哪也能瞧见 就因为他这江面窄 不是说挺宽的江面 那对江的人都能瞧见 就看那个树木当中 这样也隔几步就占一人 隔几步就占一人 感觉那樊家岗不是说 这条江过不来人人就不管了 晚吧 啥 举着火把灯笼 燕江而战 非常明显 你有哪过江 也得被人发现了 就因为他这人为多战的密 互相之间呢 有个照应 也就说这个卡子 跟这卡子 这个放哨的 跟这放哨的 俩人说话都能听见 说大业里头 谁这么大水行付过来 万一要有有能为的人呢 人家并不掉以轻心 防范的很严 你慢说这几位水行一般 真付不过去 就是按咱们这套书 真有几位水行好的 强从这条江付过去 你到了对岸 也得让人发现了 剑客嘛 讲究来无影 取无踪 夜叹人家樊家港啊 神不知鬼不脚 鸡不鸣狗不咬 得那呀 来去自如 神龙见首不见尾 方显剑客的能为 愣闯 就凭着血气之勇 覆过去 让人家发现了 亮君人宰人家 那不是剑客所为 更何况现在 樊家港 非敌非友这么个关系 也不愿意挑明身份 几位的身法真快 别看待对岸离得这么近 树木遮影之下 又搭着夜色萌萌 对岸的人也没发现这几位 燕江而查多奔喜友 没突破口 天将燃亮回到了 行龙寺 中尾也都起来了 一看三位扫兴而归 三位呢 就把这个来龙江 以及樊家港外的这个防守 趴这么一说 大伙一瞧进不去 你别派的别位 换人也就这意思 那看来打算夜探 樊家港就算办不到了 怎么样啊 得商量个办法呀 大伙啊 都瞧多慕佛 智慧长老 为什么 他是本地人呢 能有什么办法吗 多慕佛说 昨天呐 商量着夜探 樊家港的时候 老和人 我想多句话 别去 去呀 就是这结果 这是我算旧了的 大伙一听 你明知这结果 昨天为什么不说 你我不能说 我一说呀 打击几位的积极性 这里头要广是 海川跟田八爷 那我就拦了 我再说出相应的办法来 内中啊 搭着海川的这位 夫人 你见过于秀娘 我就不能申拦了 怎么 她能为太高 我一拦呢 好像我藐视 见客之能似的 那怎么办呢 我就关着 让她去 这碰个钉子回来 我再说呢 她就信服了 你让我让人非说进不去 昨天晚上她一瞧啊 她关乎这面子 回来呢 她怕我耻笑于她 老和人说进不去 感觉还真进不去 不接 跟老和人 我呛火 你不说进不去吗 哎 我偏偏要进去 就愣覆水往里闯 那不就反为不美了吗 那个事情啊 就是几句闲言所激 所以呢 我抱着这么一份思想 我就没言言 让三位去 三位要真说 有通天彻地之能 真能够 登平渡水 啊 水上瓶的能耐 要进一座来龙山呢 也就 不算什么难事 要似乎没这能为呢 你就再走两宿 也是这样回来 皆因为呢 我对此地很熟悉 你往上绍绕 你也绕不到头 你也找不着一个过江之所在 你往下绍绕 越走越远 绕着绕着就绕出去了 顺着这水啊 上水水有缘 去可没有处 这个水你要倒 能倒倒根 往哪去呀 谁也不知道 当然我说是一地之水啊 你要现在航拍 看整个大江大河 哪起哪落那都知道 从哪是起源 从哪是去处都很清晰 但过去呢 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这水啊 真说 走着走着 问哪了 啊 入了海了 那么在源头这的人 他并不知道 您现在说 上海是入海口 您问 这个啊 长江的源头这边 或者上游的地方的人 那水去哪 当时的人不知道 现在人知道 那么咱们啊 也甭费事了 您三位不也回来了吗 哎 我呢 这在把我的想法说了 大伙一听啊 江是老的了 你这主意倒是真正 可是呢 这茬未免老点 你昨天就归劝归劝 也不是不可以 何必罚三位一趟呢 那行了 现在您说的确实对了 那您敢有什么办法呀 哎 有什么办法 按着去 既然去不了啊 就明着去 这么着 咱要直接上樊家岗 去探虚实 第一 他有个防范 咱别计 咱们呀 借到樊家岗 派出一位有能为的 给来龙山下书 就指着老和尚 我的名字下书 我写的密封书信 给来龙山的人问好 可是呢 这封信还是真写 全是真的 他即便查这个书信 也查不出毛病里 但下书之人呢 除了本领高强 还要胆大心 欲试不慌 这位呢 借着来龙山下书 借到樊家岗 进去一探虚实 探探樊家岗 这老几位 跟火坟拔过堂 经走王尸骨 这一档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牵扯 在其内 大伙已经 嘿 这办法不错 不给樊家岗下书 给来龙山下书 一位下书人 樊家岗是去来龙山 必经之所在 打您这儿过 您安排 扶船 搭扶桥 把我渡过去 那儿您呢 关着老和尚面子 管顿饭 聊几句 然后送到来龙山 来龙山下完书 再回来 还打这儿走 一过呢 去一趟 回一趟 两趟 总能看出个端倪来 这位还得有点身份 要没身份 凡是弟兄不接待 害手底人接进来 滚顿饭送走了 你连樊家岗的主人 都没见着 没聊天 那不成 还得够身份 这一来 他还得陪着 闲聊当中啊 就能够聊出 一些个眉目来 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是为这个 嘿 老和尚那办法不错 那得了 你写书信吧 老和尚就 以着自己的口气 给来龙山的山主 写下一封书信 书信写好了 连封瓶 都没封 这是平安的尝信 这封尝信呢 就是问好 樊家岗人如若不信 把书信要过去 你就查里边 并没有半点 与樊家岗不利的地方 那么谁来下书呢 他得跟我这个 降龙寺有点关系 最好是为出家人 这是现实的出家人呢 可就是大和尚惠宾跟二剑客 二剑客算是个主持大局之人呢 别动 大伙说不成 凡大和尚惠宾来一趟 要说能为 那惠宾就甭提了 甭说下书 就是明目张胆挑战樊家岗 他也办得到 他也敢去 惠宾的能为高 而且目空一切 没有惠宾服的人 确实得有能耐 不过就是委屈高僧啊 冲作下书之人 会宾乐乐 弥陀佛 这有什么呀 行了 智慧长老 把您这个封书信给我吧 我来趟樊家岗 我瞧瞧 樊家岗的樊氏三雄如之河 言来语去的 我探一探 跟王尸谷这马士 有什么关联 大伙一瞧啊 计策也好 这人选的也好 恰如其分 老和尚拿着书信 可就够问樊家岗 夜晚之间哪 那个对岸点着灯笼火把 人影晃动 看得到很清楚 白天倒看不清楚 为什么 日光之下 照着这条江水啊 波光连燕 这个水光一泛 让人是眼花缭乱 老和尚也不费这个事 来到樊家岗外岗 将对岸 抖三天气高宣佛 好无弥陀佛 对岸樊家岗的人 要你们听真 贫僧我 上会下宾 前来 拜山 我要去来龙山 打从樊家岗 经过 行个方便 是速派船之接用 老和尚有功夫 这个字喊出去 别看水是涂天 这么急的江水 满都送到队岸 字字清晰 声声入耳 樊家岗岗 翻家岗的人一听啊 呼 对面晃当当 一个大和尚 这边人可就喊上了 哎 和尚 你叫什么 什么 兵 会兵的 哦 会兵 你打哪来呀 老松我打 祥龙寺而来 哦 祥龙寺 你看 这还就得提祥龙寺 你说你打 这个金鼎 玉皇冠来 你说你从那来 跟这没关系 人家 樊家岗的小喽喽 也不知道谁叫会兵的 什么 吃胆侠双肛掌 金晶好斗 人不管这个 人一听 哦 我们山根底下 祥龙寺的 那知道 为什么老和尚 跟我们 樊家岗的 来龙山的都认识 都是慕名的朋友 行了 大和尚你等会 我们给你回一声 好 速去速去 大行这等着 这儿呢 樊家岗的人 往里跑 见樊家庄的 樊氏三雄 樊氏三雄一听 哗 会兵 拜来龙山 借到樊家岗 给来龙山 夏叔打这儿过 什么事啊 不知道 夏叔干嘛 让他下 降龙寺 有的是小和尚 哦 这里有事 为什么 一般人到了樊家岗 大概是怕受欺负 咱也不知道 这会兵 什么时候 到了降龙寺 是会长老 派他下书 樊家岗 那很重视 好 派船 搭福桥 你们别瞧 这江桥 樊家岗的船 可不小 为什么 小船就冲跑了 一支支大船 又港内往外掉 过港湾的可就是上哨 顺着这个 上哨往下走 走得很慢 为什么 都挂着大铁毛啊 得下毛 沉船呢 一艘一艘船 眼看到了相对平缓之处 这个铁毛全都下去 一字排开 整是一座浮桥 暗含着 大和尚会兵 这么一数 是五支大船 这五支大船 一字排开 非常之平稳 说一点都不晃 那不可能 中间也没有链 也没有跳板 就这五支平面船 搭好了 反正你要脚底 稍微有功夫的 就觉得很平稳了 但是上级呢 其实还是摇摇晃晃 大和尚会兵一瞧啊 不错 规规矩矩 不刁难人 为什么 知道你是能人 不来五支 来三支 把当店的两支抽了去 让你蹦 看你能不能 横着蹦那么长 那么远 一支大船那么远 那么宽 最不计的四支 中间老差点 胆小心慌没功夫的 就许坠落将中 就不敢蹦 人家并不以这个为难人 看来对自己有份尊重 但是 凡是三雄的都没出来 横家岗出了一些人 直接在船上往过跑 说了一声 大和尚 您请到内港续话 好吧 过了这个扶船 把扶桥撤去 船回去 可是走里边 就不沿河走了 树树落落的村庄 高高矮矮的房屋 也有许多个树木 还有田地 看来来龙山下 横家岗内还很富庶 大和尚呢 跟着横家岗的人 也不细说 不过是心中 暗计道路而已 可就来到了内港 到内港一瞧啊 好大阵点 横家岗还增阔 房屋整齐 一看这地方啊 就比较富 来到最大的这么一片庄子 门前 高大的门楼 门口呢 栽着门槐 有人进去通饼 凡是三雄 这才迎到庄外 有人给大和尚会宾 他们一指引 感情为首者 就是横家岗的大爷 可是道庄 这位横家岗的大爷呀 是真出家的老道啊 还是假老道 这倒不得而知 人称啊 天边羞遥道 横昌横世龙 这是横家岗的大爷 后边这位呢 是横家岗的三爷 这一给介绍啊 这位三爷 倒让大和尚吓一跳 怎么呢 这位不知怎么长的 整个半边脸呀 是青的 说青面兽 杨智不也半边脸 是青的吗 他是左右青 这位上下去分 从这个人中往上啊 黑七色 从人中往下呀 是红镜脸 他要不得这个病啊 大概是一张红脸 那他这外号呢 叫阴灵散天空 大概就由他这半边阴阳脸 得来的 这是横家岗的三爷 叫横辉 横辉 后边这位比这二位年少点 一打听啊 是横家岗的四爷 这一给介绍呢 一看这位也有点毛病 怎么呢 横家岗四爷有点点脚 走道有点拐了拐了的 一问呢 敢叫人称 叫做万点金星赛拐李 赛拐李 赛李铁拐 哎 这瘸瓜李啊 就点脚瘸子 这位呢 叫万点金星啊 赛拐李 横四爷姓横明树 就是火子盘一勺子 这个硕硕的硕 哎 叫做横比华 大和尔会宾者才知道 横氏三雄是哥四个 大爷三爷四爷 二爷呢 不知道 可是 这老和尔多姆佛知会长老 也就跟我说横氏三雄 我自以为横氏哥仨 到这一聊天才知道 人家给引荐的嘛 这是大爷 这是三爷 这是四爷 他们这二爷是没有了 还是不在家呀 还是怎么意思 人家没说 大和尔也不必细问呢 三位对大和尔都很恭维 说久仰久仰 文廷高僧啊 住在金鼎山玉皇冠 怎么来到此处呢 大和尔说我呢 跟智会长老是朋友 我们俩人啊 按照这个佛门来说呢 都是三宝弟子 令得上也算个师兄弟吧 我到他的庙里的挂单 哎呀 他呢 跟来龙山的山主是朋友 打算呢 带一封平安家信 让我呢 作为下书之人 庙里那么些小和尔谁不能去呀 不外乎呢 就是我呢 想散散问 又久仰 樊家岗众位英雄 特意呢 到这来交朋友 一会啊 贤昆仲之贤 或 互相这么一捧一公位 那行啊 到家里边奉茶吧 可就把大和尔会宾呢 给让进来 大和尔会宾一看 家里边干干净净 倒是个过日子的家庭 一看家里边这些个人呢 高矮胖瘦 长什么模样都有 也就是寻常装护人家 倒看不出什么出奇之色来 坐这儿喝茶 也得闲聊啊 那么樊家岗 这哥仨 这么一捧大和尔可就 提到了五一二字 闻听您是当事司的名剑客 为首者董老剑客之高卒 师父是师父 徒弟是徒弟 老师有能耐 不一定得徒弟有能耐 您这是特签了 那么闻听您的武学很高 您最擅长什么军任呢 贵宾一听啊 好 问他这军任就好办了 你不问我还得想茬勾这军任 我一说这军任呢 我就得说这边 我最拿手的是边 你就得问我 您这边呢 有没有对手 我说有 谁是对手啊 八国堂有个王十五 是我的对头 我们俩这边呢 五一差不多 他就让高 比我高不了多少 我看我提王十五 你什么样的反应 就即便提王十五 你没反应 那么我呢 还得问你 你们哥仨是什么冰人呢 你们哥仨一说 我们是真哎 我就让你把真拿住的 我要瞧瞧 长短尺寸我记住了 我在对机会呢 激动你们三个人的情绪 让你们练练 我看看 我把你们的招数案记回来 我再问呀 英特河 跟你师父动手之人 都有什么招数 如果我要说对了 那 这王十五这事 就跟你们有关系 再有一个 提王十五看你们 如何应对 嗯好 大和尚一听啊 问到武艺 问到军人了 大和尚可就把嘴一平 阿弥陀佛 老孙我嘛 嗯 武艺虽然 平平 也就是 这一双肉巴掌 还下过几天功夫 江湖让人称 金晶好斗 双肛掌 至于冰刃嘛 不是没有有 实属磨技 老孙我有一把 木骨鞭 还算 呃 差强人意 下过几天功夫吧 他这一提完这个鞭呢 他拿眼一看 反解歌撒 反解歌撒满面的 兴奋之色 是啊 哦 竟听说您的鞭法好 难得 您打樊家岗过一回 真说呀 智会长老派个小和尚来龙山去下书啊 也就罢了 不瞒您说 我三位也不必亲自相接到庄外 进来管他一顿素斋 送他上山 下山回来 还打此处经过 我们呢 给老和尚带点礼物 也就是了 可是赶上 会宾大师您来 可就不能那么轻易的过去了 您呢 得撂一两手 得让我们看看您这鞭招 实在我们这没来过 这么大能为的人 老和尚一听 你看 不用我勾 不用我说咱练练 他就提让我练 哎呀 凡是三雄三位庄主 这个鞭呢 这宗兵刃呢 一个人练没劲 也瞧不到好处 要想练呢 错非是有人陪着我练 能够接着招最好 哎 当然咯 他要是 使鞭也行 可以二维对对鞭 他要不使鞭呢 使别的兵刃呢 也可以 这样才能瞧出 我这鞭的威力 可就不知道 你们三位素长 万事什么军刃呢 这话不就勾出来了吗 他想茬 这三位一听 我们三个人呢 跟您这还整对着 您这鞭扫一大片 我们是小巧之物 我们是针 讲叫近身 贴身肉搏 跟您这鞭呢 还真站不到一块 为什么这鞭扫开了 我们近不了身 哪知三位没这么说 这三位里头四爷 可叫点角这位赛拐礼 叫万点金星 凡朔凡壁华 听完此话 是哈哈大笑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大师 袁耀啊 陪着您练 我们哥仨呀 跟您说 是最好练鞭 我不当会练鞭 我还教了几个练鞭的徒弟 赶上您来呀 您练鞭露两手 让他们瞧瞧 知道外边 使鞭的人 有绝学 有高章 让他们也练了 您瞧瞧 您给指点 指点 我这 会被人没说是真 他说他也会练鞭 和尚一听 话语出口不能改呀 好啊 那么您这有相应的地方吗 太有了 习武之人 找个练武的地儿还没有啊 那就请大师一预指 来吧 咱们 到练武场的吧 好吧 这茶不喝 书您也先甭下来 先跟着练练吧 凡是三雄 头肩带路 大和尚后面跟随 出这客厅啊 奔后边 到练武场 一瞧好 人烦这练武的地方 还真宽敞 听讲究 在一条冰刃架子上 什么冰刃都有 已然占不少人了 哥尔萨呢 让人 搬过来 小桌子 小椅子 把茶 重新沏上 这陪着和尚坐这 喝水 这从外边 进了几个人 全是年轻的厚生 每个人手里都滴了一把鞭 和尚一瞧 人没说瞎话 还真都练过 一字往这都密排 往这一站 四爷用手一指 您看没有 这几位都是我徒弟 这仨人不提 单说这位 又是我大徒弟 还是我亲侄子 这是我们三哥 阴灵散天宫 樊辉樊许堂的儿子 他叫樊玉 他的武术不错 跟我练鞭 练了些日子了 又是亲侄子 又酸大徒弟 这几个都是小徒弟 大师 您这个武艺 这个鞭要一人练呢 我们欣赏 我们乔也乔主好嘞 让他们陪您练 和尚一听 那小孩陪着我练 哎呀 我未会你们这针呢 也罢 我呀 把这几个小孩打趴下 我逼着你们练双针 也就是了 我倒看看你们这针上 有多的能耐 和尚一想 小孩就小孩吧 好啊 后生可畏 别看年轻 在您的教育下 必然武艺绝伦 鞭法惊奇 老那我倒要领教 哪儿啊 跟您小 你们几位谁先来呀 这四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 我先来 低了鞭 啪往这一站 站这地方 和尚一瞧生气了 怎么 他抢一上头 把这鞭 鞭声 噗噗 往地上一拖 单手一倾这边 往这都迷了 咱们这大师 来了吧 什么我就跟你来了呀 汇宾有心不跟他来 又一琢磨 哎呀 这打就得冲啊 低级打 都打完了 才能把他们仨挤得出来动手呢 好吧 大和尚 会宾这才伸手 腰里边一伸手 唰拉一下 可就把自己这条鞭 给亮出来了 一条懒龙的相仿 在手里这么一顺 大和尚刚站好 还没道清道清 这小弟抖腕的 啪 把这边就给递了起来了 王启一竖这条边 自上而下 啪 这边就下来了 还真准 打哪 笨老和尚脑袋 这条子肉就来了 金睛好斗啊 他脑袋上有个机关子一样 这是他自想留下来的 二寸多长 这么一条子肉 这小子也损点 这边烧 罩着这条肉子就下来了 他那意思 啪着一下 把这条肉子就给 抽掉了 让你多少挂点花 可是老和尚还不伤 他想着露个脸 老和尚生气啊 老和尚心了会儿说 哎呀 怎么这么狠呢 怎么头一样就笨脑袋批 你倒先跟我客气客气 我这么大岁数 怎么也是个长辈啊 老和尚一瞧 这边的往起一竖 往下这么一批 脚底也发飘 这腰里这劲也不对 再一瞧这胳膊抬的也高点 一轮这边打开门 身上多了没有 二百多处破绽 打哪儿啊 感情破绽太多呀 也花眼 老和尚打哪儿都舍不得 老和尚心了会儿就我这武艺啊 抽让他 他就半条命了 老和尚一瞧 哎得了 让你年轻 我出道樊家岗 我抱着一个呀 前来探虚实的任务 我别出手就伤人呢 老和尚还真客气 连边都没往起顺 坐井藏头大哈腰一躲 他这边 他这边可就走空了 唰拉一下 你看这悬 就贴着老和尚这僧衣 这绑壁唰一下下去了 那老和尚要想躲呀 他得差两尺 就准着你打不着 为什么 这胳膊的劲使得不对 这边就 边招就失老了 中家你变不了招了 那他这边下去了 老和尚可就进来了 老和尚那边要往回带 拿手一拢这边梢 拿边瓣往前一探 说了这打 还真客气 还尬你打 这小子没见过 他跟师父小子拿鞭子抽啊 他这一边抽空了 哎这老和尚这边梢进来了 这边瓣都快到他胸前了 他才知道回边 那哪回得了啊 这一边瓣可就捅上了 说会宾打他 那么省事多新鲜 大神会宾打的 还用三下五下的 这边瓣也不过 就轻轻一捅他 他这边也回来了 人往后这么一退 老和尚要回首一边呢 这人整个就抽飞了 老和尚不愿打他 轻轻一捅他 自己就往后退 他就这么一摘位 嘿 他嘿了一下 他嘴里说出几句话可可气 有样吓得 再来 大和尚再来 怎么还再来啊 哎 老和尚想说别来了 你输了换别人吧 凡事三兄事也没言语 像那个眼瞅的 徒弟一招没过 让老和尚就捅一个 脸些 就得说别来了 别不要脸了 你输了 多谢人家高僧 手底留情 换别人再跟高僧讨教 就是了 再一瞧 师父也没原因 这俩师大也没原因 都没说话 那意思让他再来 这小子那一咬牙 眉眉一条眼睛一瞪 还撒狠 第二边你倒变招啊 啊 又下来了 老孩有点不痛 老孩倒不恼他 恼的是凡事三雄 我打金庄一瞧 客客气气的忠厚人家 可行出这事来 可差点意思 哎呀 你们这小徒弟 输招了 怎么不阻止 就让他跟我这么打吗 老孩这回啊 又往这边躲 一琢磨 拿自己鞭梢 一管他这鞭板 往怀里带着一抬腿 我别捅你了 我再捅你啊 捅你了 而且你还来 这叫外偏腿 拿自己这鞭板 找他扳板 可这个拦住 往下一个一抬腿 就这腿啪 说着容易 那得多得功夫 您琢磨琢磨 这么大碎 这腰腿功 这小子根本没反应过来 这腿可就抽成 呼通一下 这还是和尚啊 留着情 把他踹躺就得了 这小子不含糊 边没撒手 往这儿这么一啪 这再不认输啊 就有点交得不下去了 翻身站起来 就听樊家四爷说 行了 别打了 你输了 这句话 这句话老好像更生气了 你要惯着的 再跟我打呀 我让你们仨 都是瞎子就完了 合着 这才巧出书来 刚才那下 不算书 你说这话 多可气 日后出去 他可不说 我一招 一下就 拜在贿宾手里头 他说 我跟贿宾手 我得走我两招 这不是不懂事吗 这小子都不含糊 低了这边 好 行 老樊有两下呢 啊 这两下够厉害的 好好好 好 我输了 我输了 师哥换你 满不在乎 要过了一位 这位啊 低了这边 就冲河一抱拳 连话都没说 倒过马来 横着唰这边又到了 河上一瞧 都一秒排出来的 客气客气不会啊 河上也恨他 我要再打两下 他又告诉我 两招才输给我 这干脆你躺下吧 一抬腿啪 这也躺下了 第三位过来 又一招也躺下了 连着就三位 一共四个徒弟 河上乐了 这四个徒弟 这三位一共打了四招 这横老四还告诉这边的 他下过功夫 你下过什么功夫 你还教徒弟 我瞧你这四个徒弟 我就瞧你了 得了 还差这一位 这是他大徒弟 又是他亲侄子 是这老三的儿子 叫横玉 这个打量能威高 比那仨也高不到哪去 哎 瞧瞧 我再把他打了 就到横老四了 就快挤着你们晾针了 好 有怕就行 老和尚低了边 站这儿转脸 瞅着横玉 横玉过来 但是恭恭敬敬 先给老头做一衣 大和尚 您来到我们横家港 我父亲和我大爷 还有我四叔 就是我师父 让我出来跟您比我比划 小徒弟 我这个武艺可是刚练 这把鞭练得不好 您呢 手得多留神 说的话 插往起 抖这条鞭 手里这么一顺 照着老汉 前心说里这 拿鞭当枪式 这鞭是软的 在手里边一捋一条线 就仿佛一杆 标枪一样 嗯 大和尚一条 不然 这跟那仨差远了 高得多 为什么 那三位啊 也就刚练的 没抽着自己 您看公园广场 有人拿那大鞭子 啪 啪 那干嘛 锻炼身体 这一般呀 还真不好练 怎么 一开始练 都怕抽着自己 哎 怕怕能抽 那个打不了人 也能打人 但那往地 能抽呢 不练准 这鞭子得练准 车老板那鞭子 倍儿准 哎 车老板这鞭子 要抡起来 要想打多想 能打多想 就哪都不抽 凭空打风 都能啪一下子 打这批 牲口带着头了 说打马屁股 打马屁股 说打马耳朵 打马耳朵 这马有脑袋 到尾部尖 想打哪打哪 就这么准 为什么他天天练 这鞭子抡出来 出神入化 可是呢 这鞭子软的 要想把他抖直了 拿最前头鞭烧这点 当枪尖使能扎 这个腕子上的功夫 可就不是一天两天了 大和一瞧的 这武艺新了 可就明白了 为什么 这是近人 这徒弟跟那仨不一样 这姓樊 这是他亲侄子 哎 这樊老四呢 是他亲叔 单给啊 小赵 就冲这一下 比那三位 多着五到八年的功夫 不含糊 大和挺高兴 哎 这还有点意思 大和一瞧 既是你拿鞭扎我 那我拿鞭也扎你 啪 王启迅这条鞭 连打仨人的这鞭都没举起来 单手一抖这条鞭 就一条直线 拿自己这鞭梢 找他这鞭梢 就仿佛两个枪尖 对枪尖的往外 一带他这条鞭 这小的还真知道厉害 准之俩边 当的一块 要么搭扣缠一块 要么自己这鞭人给当开 自己可就有了破断了 有了空门了 所以不等这鞭 俩鞭梢碰上 坐腕子往回撤鞭 可就换招数 柔身王里这么一上 一进招 大和尚跟他接招 对边之际一看 还行 年轻人 练这把边练到这份上 不含糊 可是有意见 要想赢的也就是七八招 最多让不过十招去 你要知道厉害呢 家里边有家大人在这瞧着 自己认输为最好 省得我伤你 可这大和尚这么想啊 这小孩不这么想 小孩竟想露脸 小孩跟大和尚对边 七不着一过一桥啊 嗯 什么会宾不会宾的 这边也就这意思 跟我差不多 他不但不退啊 他还加劲了 他这条边抡开了 啪啪啪 真照老和尚要害抽 连扎带打 轮圆了这么一打 把老和尚打极了 老和尚对仨呀 就踹一跟头就完了 一瞧你小子 别死就白裂的 而且会宾憋着 让凡是三雄动手呢 我要不给这孩子 来个厉害 多少挂点彩呀 他师父 他大爷也不肯随便 跟我动手 为了激怒凡事三雄 老和尚不哄他玩了 把这条边抡开了 就仿佛边山的相仿 将然这么一变招 小孩可就傻了 怎么 漫天全是这把鞭的 鞭影子 自己这边呢 就跟没有了一样 左躲右闪 吁吁带喘 这边趴往上这么一举 往下这么一涮 老和尚拿边一找 他的边 这俩边要缠的一块 老和尚往一带 那意思给你带出了手 你冰着没有不就完了吗 他知道厉害 他边往回撤 横着一扫 打老和尚磕膝盖 他就将然的这么一动手啊 他这手往这身上去 他要掏家伙 那边说掏什么家伙 这小子有暗器 这边呢立起来 俩边都在上头 他为了躲老和尚这边 他边走下盘 打你的婴面骨 借着这边往前收 这手入怀 他要偷东西 他要拿他的暗器 老和尚不知道 他暗器是什么呀 老和尚看他错脸 一挥手就知道 他要偷东西 可不和尚气坏了 和尚心动话说 你要干嘛呀 你就扔边一认输不就完了吗 不但不认输 仨耗哼得一边 把我给吐在这儿 现在竟然往怀里边 伸手掏东西 要偷袭我 您不要忘了 会宾呢 他是会宾呢 他不是那么善静的人 甚至于说他不是个好人 你把他这个胸劲要勾起来 当初会宾边扫群雄 那一条边手里也死多少人呢 会宾突围的时候 见谁打谁呀 打得那么些个江湖之高人 是血肉横飞 那要不是几位剑客 啊 左挡右挡 谁拦得住会宾呢 会宾呀 一看这小子掏暗器 你是取死之道 这边呢 可就往下坐了 当然也得防着他这手暗器 他这暗器拿出来 还没等着打呢 他要想打暗器 他得这边往回撤 这边往回撤 这手往前一扬 将要打暗器 会宾连躲 他这暗器 大闪声往那后子掌 拿这边啪 这下您看没有 这边是这么出去的 打这儿就已经勾上他脖子了 再一绕腕子 这边就低了起来了 往上一扬腕子 走 这人可就带起来 林总这边 整个缠在脖子上头 会宾这手天天练 万说繁育 比这能力再大十倍 只要让这边往脖子一搭 这人也得起来 借着这一边之势 单把忙起这么一带 这半拉脑袋 随着这边可就下去了 就给消息去了 哭通一下死尸 由这么高 往地上的密摔 哐了啦 这暗器先招了地了 贵兵可就有话说了 你儿子要拿暗器打我 樊家庄的人呢 一看可就炸了窝了 怎么 邵阳大和人给打死了 尤其塞 返回樊喜堂 伸手入怀 就要掏字 你的家伙就要亮双针 要跟的 老和人拼命 四爷大喊一声 且慢 四爷是点脚啊 他一缺一拐 往前一蹿 好凶僧 腰里伸手 揣拉一下 可把大和人吓坏了 亮出一把人母鞭 大和尚俩眼直了 怎么 阿弥陀佛 找的就是你 行了 甭问了 那还问什么 王尸谷的人骨边 烙在此则之手 必然被他们 樊家岗的人给害了 王尸谷生死未卜 反正家伙 让人已经给得了去了 大和尚可就不等他动手了 说了一事 好 孽障 揣拉一下 这把鞭 鞭走 偏锋 照他脑袋 就下来了 四爷 樊家伙 樊臂华 把这把人骨鞭 王岐树 俩人这么一对鞭 惠斌倒抽一口良情 嗯 你别说 就是我跟王尸谷 跟他走的一块啊 要想赢他可不容易 咱叫樊家岗四爷 别看腿瘸 能耐可不小 这把人骨鞭 他还真下过功夫 他不是拿人骨鞭 下的功夫 他是当初拿别的鞭 下的功夫 多老瞎 王尸谷这把人骨鞭 他仰仗着这把鞭 就想啊 阳明天下 独步武林 今儿要再把 大和尚这把鞭 赢了 天下史鞭 他大概就没有赢得了 我樊臂华的了 樊硕 樊臂华 咬牙切齿 也是为了给樊玉 报仇一鞭 紧思一鞭 跟大和尚 这个人鞭鞭 末鞭鞭 二次相对 当初是王尸谷 跟会宾对鞭 现在是樊臂华 拿人鞭鞭 又和老和尚对称 但是呢 老和尚跟他打过 这么二三十个照面 之后一瞧啊 他还是不行 为什么 比王尸谷差多了 这把鞭 要在王尸谷手里的 就得说 无懈可击 自己想赢王尸谷 万难了 当初 还一不留神 让王尸谷 骗我一跟头 倒不是说 我打不过王尸谷 确实 王尸谷 有比我高的地方 大和尚很服气 那么似乎 这把鞭 要到了樊老四手里边 差点了 借这猛劲 刚开始 这二三十边 像个样子 越打越不成 越打越不成 大和尚可就 占了上风 樊家大爷 这位天边逍遥 到樊长樊世龙 伸手拽自己的兵人 三爷抱子 愁心气 伸手拽自己的兵人 俩人各倾双针在手 叫了一声 老四不必撤鞭 樊家岗的人 一拥而上 连脑袋上 全聚在这儿了 大和尚一瞧 我想赢他 也得一百招往外 再加上 他这大哥 跟那老三 一个远边 两个竞争 我可打不了 樊世三雄都动手 我的性命有忧 我不为探虚实吗 虚实探来了 这回去见着 他们各位一说 王尸谷的边 都在这儿了 那还有错吗 火焚拔阿卦堂的事啊 王尸谷的下落 就冲你们樊家港要了 你就解着出这边 怎么到你手 就行 那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虚晃一边 窝弥陀佛 边交左手 纵身行 可就上房 说了一声 老僧去也 大河上的汇兵 晃中间 扬长而去 但听着 樊家港的一片 罗响 口口声声 要给 少爷报仇 拿雄僧 雄僧 汇兵 跑可跑不了 为什么 有河拦着呢 道路他还记着 一直杀到外港 他又回去了 怎么 人不给他预备 扶桥啊 大河上 左躲右闪 还得找啊 没有港哨的地方 大河那意思 等天黑吧 等天黑 我在想主意 昨天于秀娘 他们进不来啊 想必我汇兵 也出不去 可是 降龙寺 我不回去 他们就不找吗 他们再来人 我在献身汇合 也就是了 大河上 一琢磨呀 嘿 反正你们这儿 也没有人能拿得住啊 就凭着一把鞭 身法也快 就隐匿在 樊家岗当中 这儿还是呢 降龙寺的人 等回信啊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大家伙一瞧 这老不来也不行啊 这樊家岗 大河上进去 怎么样啊 瞧瞧去吧 大家伙又到 樊家岗外边了 这回也不忽溜的了 就在江对岸一战 老烧群雄 翘首以盼 大伙都往对岸瞧 瞧瞧着 有人就说 哎 你看你看 通外专一看 瞧什么呀 樊家岗火起了 这火 甭问 惠宾点的 估计惠宾呢 跟里边干起来了 大河上倒不见得有性命之忧 为什么能耐在那呢 啊 看起来这事有蹊跷 但咱过不去 怎么能够打到樊家岗以内呢 咱们回去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老几位又回到降龙寺 大家伙说商量商量 怎么打这个樊家岗吧 老河上说商量事 咱们也得吃饭 我这降龙寺全坐行营 大伙在这派兵不振 大河上来龙山下书 被困樊家岗 小回目这段书 叫做赤胆侠双刚掌 单边横扫樊家岗 那么他在那儿折腾 咱不能不救 咱们吃饭睡觉 大伙都想主意 群策群力 总要有一个万全的办法 吃完了大伙都坐这盘腿啊 想主意 就听见哗啦一下房上来人了 同龄脾气不好 拽军人踹门可就出去了 大喊一声 什么人敢来行刺 这个人索性不跑了 微微一阵冷笑 为我子报仇 准知道 你们降龙寺这帮人 不是善辈 你们派一个和尚 到我们那儿 行凶把我儿子打死了 你是谁呀 樊家岗的三庄主 我姓樊明辉 自表续堂 江湖人称 叫做阴灵散天空 你是什么人 怎么样 昆仑霞 同林同海川 修走 看针 行双针过来就渣 红林这一队月跟几次都打过 申双月就接着双针 俩人一打顺强盏 蹭蹭蹭 算有好几位了 樊家大爷 樊家四爷 贺清虚 贺玄珍 中离图远 再加上 贺玄珍 这女徒弟 聂红迪 各持军任 蜂拥而至 赶紧来行刺 还不是宜人 这儿屋里的老少 剑侠客 全都来到了屋子外头 江达江本主 一瞧 来的这么些剑客 那就甭废话了 伸手拽自己 对陆结望 阿弥陀佛 高宣佛号 往前一拜步 这儿和贺玄珍亮宝剑 跟二剑客就打在一起 老道 李瑞 李德兴啊 跟着在庙里头 到这儿来 并没有他的事情 他是跟着他 大师哥李坤李太极来着 到这儿来 想主也想不出来 一瞧 来了这么些人物 都很厉害 其中有个女娃子 一口宝剑剑法了得 老道亮宝剑跟人一打呀 这我打不过人家 吕德兴这能耐要说 跟这个 聂红蝶走的一块 稍微差点 老道可就起了歹意了 您要听过钱文说 您知道 老道一宗暗器 老道背离葫芦 吕德兴这狐狸是什么呢 是蜡汁 他这蜡汁啊 可不是吃肉夹魔用 他这蜡汁带毒 他有机关 这个东西 一拍狐狸底 啪往外一打 就一大片 这个毒蜡汁往外一喷 大罗金仙难逃 他要输得女孩子手里头啊 他还真寒碜 老道立功心切 就要用这毒蜡汁 动手之机一瞧啊 二爷胡言霸 占这个 樊家大爷也免点 八爷田房田子部啊 占这樊家四爷这瘸子 也免点 这个二爷打贺玄珍呀 也免点 这女剑个占中离土远呢 就说差不多 也不占便宜 再一瞧大师哥李太吉呀 仨人占住一个贺清虚 还勉勉强强 这要占时间长了 别瞧人翻家港来的人不多 这五位可都不低 得了 我先来个突破口吧 女娃子我就对不起你了 宝剑虚晃一剑 走这么一个败事 刚一掉脸 聂红蝶不应当追 聂红蝶说了一声 老道别走 行宝剑纵身行 这么一追 老道并不回头 这葫芦就在身后的背着 他这葫芦专门练的 能这么打 也就稍微往前一滴了 这是苏秦卑剑反弹 疲不这么个招数 还要真说回过头来 端着这葫芦打 那就不叫绝技了 老道可就顾不了这口宝剑 这口宝剑不过是个谎子 稍微一偏头一仰手 这宝剑当暗器打 可就把这葫芦低了起来 反弹皮皮掉脸 一拍葫芦底 大拨哥一顶这葫芦籽 这葫芦头的这籽啊 是个塞头 就那葫芦盖 在那嘴那 大拨哥一顶把这打 这可快碰这一下 这毒蜡汁就出来 饶着聂红蝶 武艺高强本领 出众这么快的身法 躲开这一宝剑 刚一转脸 这毒蜡汁到的 要说没躲开啊 躲开一部分 要说躲开了 半边来 呲啦一下 这可叫女阴贼的下场 咱们上文书说了 聂红蝶这个内心呢 啊 已然知道忏悔了 前文书咱们交代 他没想到自己这么高的能为 还要受辱 哎 他有所醒悟 但是呢 他自己醒悟不管用 就他想啊 看见年轻的后生 啊 漂亮的小伙子 他不招 他不招人 人招他 为什么 他长得漂亮 他长得好看 这个年轻的男子呢 一瞧他 长得很风流 就要主动的跟他搭个 他又是这样的性子 所以你难免就躲不开 他自己知道原先自己这些行为不好呢 再这么一毁容 那么 这个年轻的后生 一看他这个面貌 十分恐怖 打这以后 这才真正 彻底算小了好了 要按古文说 这叫野荣毁银 哎 要想把这银彻底毁了 就得野荣 就是 质子少一点那个野 哎 得野炼 得再炼一回这脸 把这荣帽 怎么炼呢 往好的炼不行 得往坏了炼 那么 聂红蝶可就算破相毁容了 惨叫一声 拿手一捂这半边脸 就地这么一打滚 贺玄真要说还是功夫高 虚晃一剑舍岸剑 个伸手可就抄女徒弟 越强而逃 他一走 腾出一二剑 腾出一吕得星 这仗就不好打了 这二位缓过手 老少群雄这么一使劲 你再瞧铁张李源 一颤这条鲁金腾着棒 大家伙这么一份力 李坤李太吉 这太极图也来劲了 李德行把宝剑也捡起来了 钟离图远 贺清旭等人 想不走不行了 打着暗号往外撤 不想撤的就是凡士 哥尔萨 凡士哥尔萨仰仗 是这几位贱哥 这几位贱哥一走 今儿这账没法拿了 想报繁育之仇是报不了了 这才不得已 虚晃兵人 全都纵身行 上墙头走了 二贱哥说了一声 也不必追 行了 凶相暴露了 而且这帮人 从太极冠已然盘到 樊家岗了 咱们到樊家岗 找他们理论也就是 大家回忆 瞧啊 收拾战场吧 简单的收拾收拾 单等天光大亮 可就出离了 降龙寺 三次购奔樊家岗 正往前行 前面啊 来了几个人 谁来了 红林还真认得 头来有个骑驴子 这个人呢 非是旁人 正是啊 马魁马龙元 叫求然赛张鼎 身后的可就是 步行这一位 叫云中豪啊 何立何乃中 在他身后啊 就是妙手赛和缓 送品送文员 三侠 三侠后边还有两位 红林可就不认得了 那么这几位 哎呀 可说到这了啊 为什么 从今天开书 这节奏快 老得某着说 为什么这会宾的 不能给他说软了 那么这帮人回到了 降龙寺呢 这一场凶杀恶战 也得交得清楚 可是要说起 三侠怎么来的 这可就稍微的 能缓一缓了 这个书还很重要 因为勾出这两个人物来啊 在咱们这套书 尤其后套建侠图 相当了不起的人物 这三位啊 打火焚万林庄走 火焚万林庄啊 钦差年耕摇 怒斩何望 群侠大怒 大伙寒心 就你怎么把何望 就给杀了 尤其三侠很不满意 三侠就来了个不辞而别 顺这个 啊 年轻拆的行营啊 可就出来了 哎 火焚万林庄以后 三位出来了 已然到了陕西地面了 穷然赛张 顶马魁马龙员 可就说了 说二位 我进进地主之谊吧 是不是 到家了 到家了咱们 这个招待招待 啊 好不容易咱们三位凑的一块 在我这儿住一城的 这个宋品宋文员 可就说了别去 说你们二位啊 跟着我回山东 到山东 我招待 河立说那干嘛呀 你们二位跟我回河南 到河南我招待 三位就互相这么一刻起 哎 三位这么一刻起呢 三人就乐了 那上哪啊 咱们上哪啊 咱抓揪 咱写撒揪 写撒揪呢 写一个河南呢 写一个山东 哎 写一个陕西 咱们抓 三位出完这种一琢磨 三人各抓各的 一两个还是仨地儿 这这不成啊 这就是不能这么抓 那这样 这仨就是搁一块 咱分三次抓 哎 你先抓 你抓哪 你好比你抓陕西 一会儿我再抓陕西 陕西就两票 哎 怕你抓 山东 那位再抓 那抓一抓 是陕西 陕西还两票 要是三票 那就完全胜出了 要两票 第三位抓是另外一地儿 二比一也行 那仨人还要一人抓一地儿呢 那就作废 重新再抓 老三位一听 这什么侠客呀 仨人就跟这仨鸠玩儿妙 抓一下 我就是在梦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呢 咱说不服对方 三人这儿正聊着 头里有一个人呐 骑着一匹马 牵着一头驴 他骑着马 马后头还拴着一头驴 在大道上走 老三位一瞧啊 互相这么一看 这怎么了 这不是偷驴的吧 他干嘛骑一匹马 还跟一头驴啊 这看着可疑 咱们过去 过去把他拦一下 问了 问他干嘛呀 一人出门带两匹牲口 三位确实闲着是没事 头里那位骑马也不很快 后面跟那小驴 咔咔咔咔咔 敢追到窃近呢 宋家说别追了 这驴呀我认得 这驴 跟骑马这人呐 您仔细瞧瞧 张爷这么一瞧 自己也乐了 怎么捋着我的 这人我也认得 合一瞧 嘿 小孩别走了 小孩 回头一跤哟 书中代言骑马的人是谁呀 是宋宋宋文员的侄子 金经墨猴啊宋玉 金经墨林猴啊 前文书 你要听三峡 可就把他搁的金光四了 让宋玉呀 跟一目了然声 习武 可是这两匹牲口 就是宋品宋文员的马 跟赛张顶 马奎 马龙员 他们骑的这驴 两匹坐起都搁的金光四了 宋玉呢 跟一目了然声 习武 一目了然声啊 教他这武艺 跟别人不一样 他会的 他不教 他就让宋玉练 把宋玉原先练的呀 全提高 那一目了然声 什么目的呢 就是这个武艺 不分招数 你现在会的这招 都是绝技 你只要练高了 哪招都是绝技 我在教你新的 也没必要 你就把你 这个大爷 就是宋品宋文员 教你的这些个招数 我重新给你加工一遍 你回去再打 宋文员就有富裕了 小孩宋玉一定那行啊 我倒不非打我大爷 老孩那么一提高 就在他自己会的招数基础上提高 那就好办了 又打着小孩聪明 这武艺敢说强似原先百倍 那么老和尚呢 就没乐交了 为什么 我给你提高到这 你就这样了 别的招你也甭小了 回家吧 骑着他大爷这匹马呀 牵着马奎马龙原这驴 怎么那么巧 碰老哥仨了 老哥仨一喊 送一回都一瞧 嘿 省事了 要不我也不知道 这驴是给他送家去 还要拉回我们家去 说我们仨人啊 还没商量好 去哪呢 这样 孩子你骑着马回山东等 回山东济南 给家报个平安 这驴啊 给老马 我们仨人接着商量 好吧 这三位呢 得一批坐脊 没这坐脊还好 有这坐脊迟累了 怎么 马奎马龙原本来骑驴出来了 半道碰这二位 自从牲口即在金光寺 一直三位就这么走着 走惯了 这驴我是骑着不骑 我要骑着他们二位走着 不好看 不像话 可我要有驴不起 我牵着 撒脑头牵头驴 也不好看 他怎么以为难呢 这二位看出来了 哎 马爷 您甭举的 您就骑着走 我们俩人走着 马奎呢 一听乐 我真骑着 你们二位跟不上 这江湖人就怕斗气 这话说着玩 开玩笑 一句话 哎 这二位吃心了 哦 那您要这么一说 还真得赛赛 您骑驴偷着跑 看不二位跟上跟不上 赛张顶马龙原一听啊 大概也是 自己这话说的不合适 可这二位已然上令了 那怎么办呢 赛子就赛子 好 行嘞 二位哥哥让我 片腿上驴了 这批小驴 往下一跑 二位随后就追 赛赛张顶 这批驴有长进 刚一跑啊 云忠豪 跟这个宋品 二位这脚力都不慢 都能追上 三位一位 骑着驴上 二位跑着 还能说话聊天呢 时间一长啊 驴没事 这俩老头可就跑着 上气不接下气 不聊了 到最后不聊都不行了 为什么 跑功夫太长了 二位一瞧 小驴在头里跑 我们俩别追着 追他干嘛呀 二位不追了 可是赛张顶马魁不知道 马魁在头里心了话 我非把他们俩拉下 啪啪啪 还吵 小驴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头有个林子 打算顺着林子边过去 我过了林子 我站住 我等他们俩 将然来到林子边 这林子里边出了一个人 让过这批驴去 马上的这个人 他不是赛张顶 在驴上坐着的吗 他就飞起身形 照着赛张顶 就这么一脚 你跑什么 下去吗 他在林子里往外窜 说着这句话 他喊了一声 你下去不一抬腿 这匹驴过去 这人到这了 马魁这侠口 马魁瞧着这一脚 奔自己来了 想掉脸 超得拐子 没等掉脸 这一脚就挨上了 哭痛 那么大赛张顶的侠口 燃上驴呀 给踹下去了 这没想到 摔得还挺实 就地一滚 站起身形 回头一瞧 更可气了 是个小孩 是个年轻人 这批驴也不跑 往前冲几步 一转身 站着不动 小孩用手一指 还没完 你跑什么 大白天 你骑驴撞人怎么办 马魁说 我就让人撞下来的 你没说 你顺驴 给我踹下来干嘛 我瞧你呀 跑太快 不像话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 马魁一琢磨 能把我顺驴 踹下来 这是什么孩子呀 你这孩子 你他拿手一指 怎么着 你看打 这孩子真横 蹦过来 罩着 赛张鼎就是一拳 赛张鼎有心拽刀 一琢磨 小孩 赤手空拳 我拽宝刀 那不然笑死 那就拿拳接 挟和拳脚很好啊 乒乓怎么一打呀 可打不过这小孩 小孩这小拳 到这拳脚真快呀 左一拳右一拳 就把赛张鼎 马魁麻辣侠 可忙活得够呛 后面这俩老头呢 这口气也换上来了 哎 老马跟人练上了 怎么还动上手呢 你看 哦 有小孩跟小孩走 教小孩练 哎不对 真打 呦 还吃得亏呢 怎么瞧 打不过这小 这小孩穿得那么快呀 一拳老马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哎 马爷别忙 何爷可就过来了 何爷说 马爷切往后撤 我领教少年的武艺 小孩一瞧 呵 还有帮手 看打 跟何爷又打一块 何爷也不行 宋爷一瞧 好那我别愣着了 我替何爷接几招吧 何爷请撤手 宋品宋文员 跟小孩一动手 就让他宋爷比 马和二位稍强点 孩子打不过 小孩力战三峡 毫无拒思 打得仨老头啊 暗自教苦 这宋爷跟他打着 何爷问马爷 这孩子干嘛呢 你因为什么跟他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因为什么 他说驴上给我踹下来 踹 你骑着驴 他能把你从驴上踹下来 哎呀 怨的呢 什么叫怨的呢 那咱怎么办 咱仨都打不过人家 这也要让一小孩传出去 这可不老好听的 无论如何咱得打过他 那眼睛咱打不过 一人打不过 咱们要仨人呢 何爷一瞧啊 十分的僻静 并没有半点人影 宋大哥 写末撤手 何爷和马爷两个人 晃动双拳 成夹击击脚之势 把小孩围在当中 小孩脸上 微然这么一变容 心里可有点慌 怎么 坏了 他跟那仨老头 挨个动一回手了 知道这仨老头 拳脚都了得 别看单打打不过的 要仨人一块上 这一拳那一拳 叫好汉男敌四手啊 小孩心里有点慌 脸上颜色更变 他想跑 没容的跑 那仨老头已经把他围上了 林内有人答言 你们三个老婆 要脸 我去看看 山川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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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